了解天安门才是真正的目的 2003年至今 严树君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 买手撰写天安门影像制 每天都要忙碌到凌晨两三点钟 他要把天安门从古至今 融会贯通的历史脉络 通过图治的方式 介绍给广大读者 让年轻一代更多的了解天安门 了解我们的祖国 严树君认为 这是他个人为共和国六十年华旦 献上的最好礼物 收集了那么多的天安门 你现在能收藏到的 有关天安门的照片 最早的是什么时候 1860年 能不能说1860年 就是天安门最早被照相树 或者最早被影像记载 就我个人研究一点 我认为1860年 天安门第七的照片 是最早的一张照片 咱们是不是先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看看1860年的天安门什么样 这张照片呢 是六张照片的接天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照相树还没有这个 钻机 还没有 它只能一块一块一块 搞完了拼在一起 大概在五十年代 在前的人 可能对这个还有印象 这个不是天安门 后边这是天安门 这个在明代 三座门 是吧 不是 明代叫大明门 清代叫大清门 明国时候叫中华门 58年建成人民音声纪念碑之后 59年扩建广场 这个门消失 这个是谁拍的 能研究出来吗 费利斯比托 19世纪 20年代 出生在意大利 后来加入了英国 那么就是为什么说 判定他1860年和费利斯比托 第二次亚片战争期间 英法联军到了北京 来到了北京 费利斯比托作为 随军社友记者 一块 到了北京 他不仅拍摄了残酷的战争场面 他也拍摄了北京的 地区的许多照片 其中排了1860年10月18号 火烧圆明园当天 没点火之前的一张照片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圆明园被烧之前是什么样子 对 罗哲文老先生 专门从国外 蒙博物馆允许 专排了一张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照片 而这张照片 从我自己的判研 和中国摄影史的研究 2008年9月27号 英国国家博物馆和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进行文化交流展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张照片 跟我叛研 是一致1860年 他那个展览就告诉你 这是菲利斯比托 对 但是他没标具体的年代 还不甘心 还要搞清楚 1860年几月 几日 最后通过多方关系 从国外买了一本 菲利斯比托全集 那么在这张照片上 非常清晰的 标记了1860年10月24日 所以刚才我让你 精确到秒 我是在研究中 收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